在对付伊朗的问题上,特朗普似乎走入了死胡同。 一方面他调兵遣将权力围堵伊朗,以逼迫伊朗发生内乱,好扶持亲美政权上台。 另外一方面,他又向伊朗丢置橄榄枝,声称不打仗,可以跟伊朗谈一谈。 他在日本对安倍说,伊朗想跟我们谈,我们也乐意谈。 在特朗普默许下,安倍决定劝架,缓和一下紧张的美伊关系。 日前安倍表示,将于6月初访问伊朗,调解美伊关系。 听到安倍要访问伊朗,伊朗外交部回应称,欢迎安倍访问。 这或许会成为伊朗和日本历史性关系上的拐点。 伊朗外交部用历史性关系,形容了伊日关系。 可见是非常重视安倍这次访问的。 2019年是日伊两国建交90周年。 安倍将成为1978年福田纠夫之后,约41年后的第一位访伊首相。 也是1979年,伊朗革命以来的第一位日本首相。 因此,伊朗非常重视这次安倍访问。 正在跟日本进行访问日程协调。 预计在近期就会敲定。 跟两国传统的关系相比较。 外界更关心安倍的调停人角色。 人们很好奇。 日本既不是伊核协议缔约国,也停止进口伊朗石油了。 凭什么能调解美伊紧张关系? 实际上,安倍是带着两个目的来扮演调停的人的角色的。 一是,为特朗普找台阶下,现在边打边谈,似乎成了美国解决伊朗问题的终极方案。 而伊朗却软硬不吃,抱住不打不谈的态度。 这让特朗普感觉生意没做好。 特朗普原本就把制裁伊朗,当作了一笔大买卖。 他认为,只要交易筹码,足够就能让伊朗妥协。 所以在大兵压进伊朗的同时, 特朗普还准备向沙特和阿联酋出售一笔高达81亿美元的武器。 由此可见赚钱才是特朗普的主要目的。 况且以美国目前的兵力对付伊朗,还远远不够。 如果真要打伊朗,以美国当前22万亿美元的负债比重, 只会耗尽美国的财力,还会动摇美国的军事霸权地位。 最终让中俄看笑话。 因此特朗普现在是几虎难下。 他希望跟伊朗谈判,尽快结束这场乱局。 而日本就是一个最好的调解人角色。 日本不仅是美国牢不可破的盟友, 也有一颗成为大国的野心。 其次,为日本走向世界舞台争取话语权。 一直以来,安倍都未出兵海外, 政治大国这样的远大目标而不断努力。 以前美国国力鼎盛把日本看得太紧, 安倍没有机会。 现在不一样了。 在特朗普带领下, 美国几乎得罪了全世界。 说出去的话,几乎没人答理。 这让安倍看到机会。 要让日本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角, 就得充分利用这次伊朗危机。 像当年签约伊核协议的各方, 都得到了很大利益。 英法德得到了石油供应渠道, 和繁荣欧洲经济的机会。 美国保住了中东盟主的地位。 俄罗斯也保住了伊朗这个战略要害之地, 阻止了美国进一步封锁。 看到各方吃肉, 日本连一口汤都喝不上。 安倍非常助级。 所以这次对于日本来说, 是个大好机会。 问题是, 伊朗在日本调解下, 会同意跟美国谈判吗? 此前, 伊朗一直说跟美国谈判有毒。 因为对方毫无诚意。 漫天要假。 所以伊朗不愿跟美国人做生意。 但不容忽视的是, 伊朗国内局势十分严重。 里亚尔暴跌。 物价飞涨。 物资极度缺乏。 面对美国严厉制裁。 伊朗在短期内可以抵抗一下。 但长期下去, 就会爆发内乱。 毕竟连饭都吃不上了。 伊朗老百姓哪有什么力气, 去抵抗美国呢? 最重要的是, 伊朗高层除了喊口号外, 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, 解决伊朗经济问题。 因为唯一的财政来源石油收入, 早就被美国掐断了。 所以别看伊朗喊住, 要把美国文明从地球上抹去的口号。 实际上伊朗高层心里发慌得很。 不敢跟美国打仗。 如果动武, 伊朗国内势必会爆发内乱。 说不定再来一场伊朗革命, 就会毁了现在这个政教合一的政权。 这个后果无论是鲁哈尼还是哈梅内伊都无法接受的。 他们当前的任务就是维持政权, 凝聚人心。 可以说, 伊朗面对的形势十分严峻。 这个时候日本出面调解美伊关系, 还是有一定的成功率的。 如果安倍调解好了, 美伊日三国关系升华, 大家有才一起发。 而日本也能得到伊朗这样的中东强国的尊重, 美国也会给予日本自卫队更多的解禁许可权。 这对于日本来说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。